A 跟 B 那他已經告訴你說 A-7B 2A-5B 的項量 這兩個項量所為層面積 平四邊寫的面積是 63 OK 然後他就問 那如果只問 AB 呢 好 那這個解法其實 我會建議這樣說比較好啦 第一個我們假設項量 A 是多少 X1 Y1 然後項量 B 呢 就是 X2 Y2 好 我們先這樣假設 先寫作標的方式去呈現他 那因為他提文已經告訴你是 A-7B 跟 2A-5B 了嘛 那所以我們先把那個 A-7B 的項量找一下 A-7B 的項量是不是應該是 X1 減掉 7X2 還有這個 Y1 減掉 7Y2 對不對 好 就是 A-7B 那還有一個是 2A-5B 2A-5B 的項量 那就是 2X1 然後呢 減5 X2 還有 2Y1 減掉 5Y2 好 然後他想說他所維持的面積 其實我現在做的事情其實很簡單 就是把題目給我的文字敘述 轉換成我看懂的數學式值跟公式嘛 對不對 好 這兩個轉出來 那請問你 他的平均這邊是面積的話 我不是剛才學過嗎 我是可以用那個二階行列四算對不對 把它擺進來就好 所以就變高 X1 減掉 7X2 還有呢 Y1 減掉 7Y2 然後下面是 2X1 減掉 5X2 還有 2Y1 減掉 5Y2 好 這個是比較你合理的答案嘛 對不對 那當然我應該還在加個絕對值啦 加個絕對值 保證它一定是 63 OK 就把題目給我的 把它算出來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其實就用什麼方法算 你知道嗎 可以用所謂的這個運算的方法 我們之前學過的這個有關行列四的算法 想辦法把它化解 想辦法把它化解 所以我們怎麼做呢 好 第一件事情 你看一下 我可不可以 我用藍色的筆 教你寫 OK 好 我們不是之前有學過嗎 剛剛不是有學到這個東西嗎 學到說如果我把某一列 或某一行乘上某個倍數 跟那個另外一列合併在一起 其實不變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做了一個動作是 我乘以負二 我把第一列乘以負二 跟第二列合在一起 那為什麼要乘負二 因為在這個時候呢 我的X1不見了 對不對 好 所以我乘負二吧 乘負二是變成了 負二X 負二X1 正會叫做合在一起變成0 然後這裡呢 乘負二變成正14 14跟負五合在一起變成多少 9 所以呢 我的四值原列變成什麼東西 變成是 X1-7X2 Y1-7Y2 但是我下面就變成9倍的X2 然後下面是不是也是一樣 1次內推就變成9倍的Y2 沒錯啦 然後一樣答案是63 那63我就先不寫了 好 那第一個 好 那第一個我是不是可以把這兩個做9 把他提出來對不對 把他提出來 所以呢 我可以把他化解成什麼東西 變成了是 X1-7X2 然後呢 X2 然後Y1-7Y2 然後Y2 然後等多少 等於7 欸 為什麼這邊變7 因為這兩個是說9嘛 9可以提出來嘛 然後9再跟這個63 去做約分就好 隨便等於7 OK嗎 可以齁 好 然後繼續往下算 位置不夠 所以我就用那個 不好意思 我會換新的 好 繼續做喔 好 跟著已經朝這邊來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對沒有錯 我想辦法再把這個上面的X2消掉對不對 那我乘幾倍 乘上的是7倍合在一起對不對 所以乘上7倍變什麼東西 變成了是 我是乘上7倍啦 乘上7倍 OK 跟上面合在一起 所以我寫快一點好不好 就變成一樣是X2Y2造型 然後呢 乘上7倍又70不變嘛 所以變成只剩下X1 然後Y1 然後一樣等於7 那樣子取絕對值就好了 對不對 答案就是7 這樣會嗎 OK 所以你的答案就是7 這樣會啦齁 可以嗎 想去的請問都沒問題 蛤 人家想去的請問都沒問題 呵呵呵 OK 這樣可以啦齁 好 吻理… 有一個我來 有一個我來 那邊 我來 吻理… 我來